那不是小雅吗 小雅 怎么了 小雅 小雅 怎么了 叔叔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你没发生什么事情了 放放放放放 放放放 你没发生什么事情了 看看弟弟去赶牙了 然后就脚扭伤了 脚扭伤了 在哪里啊 哪只脚 这里 疼不疼 啊疼 不这样 你这样 你准备去哪里 我背回家呀 背回家 对 送医院呀 没有老婆送医院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扭伤过 在家里休息一下就好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 对 那这样吧 我来我来我来背 我来背 不用了 没有我自己背 我来背 没有你今天帮我 明天帮我 待后天上来帮我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哎 小人 我可以帮你扶着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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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慢一点 你们慢一点 要不我来背吗小小 我去开门 我去开门 来来来来 快去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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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前面 慢点慢点 躺好 现在这样吧 那你先休息一下 你先去外面休息一下 慢点慢点 我帮你弄 来 你跑躺在那边 斜拖着呢 来 来 慢点慢点 躺在这里 是哪里 这里还躺 好躺 你等一下 你把裤子搞开 我给你擦着 要不上面有灰 这里 在这里悟一下 悟一下 你没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呀 你看我姐姐在赶羊 我就去把他不小心把脚扭上了 我看你穿着拖鞋是不是 以后不能穿拖鞋就赶羊了知道吧 你在那休息吧 我去看一下你姐姐 好 小雅 你怎么在这里了 没有 就是看着自己是有点麻烦 怎么还哭了 没有没有没有 你平时都是有很刚强的人 没有 今天终于看到你哭了 笑一点开心一点没事 你弟弟明天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叔叔 要不你帮我开一下弟弟 我去我把羊赶回家 你把羊赶回家 对 羊还在山上呢 对 这悬崖峭壁的 万一你出现什么问题了怎么办 这样吧 我和你一起去吧 好吧 我给你弟弟说一下 好吧 你在这等我 我给你一起去 你自己一个在家可以吧 可以 我去给你姐姐一起把羊赶回来 好吧 好好照顾自己 明天我给你买点营养品 好 好 走 那我们走吧小雅 我们差点时间去吧 别难过 没想到一个刚强的女人对吧 背后还有一面 流泪的面孔 笑一个嘛 没关系的 走吧 叔叔跟着你天天在一起 都帮不上你的一些什么忙 叔叔都感觉很自责了 没事的 叔叔 这边我已经很开心了 那好吧 那我们走吧 开心一点 走吧 走吧 快 开心一点 羊在那里 我看到了 我撤啊 我看你怎么还有一点不开心啊 没有 这样嘛 我给你讲几句话 就是你看叔叔 每天也有一些烦恼 你知道叔叔为什么来吃饭这边吗 叔叔就是在家里面的烦恼 可能说压力 工作 生活 可能说呢 就是比较 累 也比较烦恼 所以说呢 也想来到这边 看看一些风景 给替我的哥哥对吧 看看一些这些风景 我希望呢 你每天也能像我一样 对吧 开开心心的 虽然说在大山里面 但是呢 山里面的土生 还是都是很漂亮的 很好的 对不对 我希望你也应该 越来越好 不要每天 就是 愁美 可以 好吧 你看你的 对吧 你看你的 你看你 难受 难过的时刻 对吧 你的脸上就出现了 对吧 不一样的光彩 你看现在笑的 对吧 开心一点了 你看对不对 开心一点好不好 不这样吗 我们一起去赶羊吧 好吧 走 累不累啊 小雅 太喜欢 哎 这有个东西 哪里 哎呀 这什么呀 这什么 嗯 是那个 什么小的时候叫什么 我们给它放掉吧 放掉了 小雅 那这样吧 那叔叔就先回去了 叔叔 嗯 我会儿 对我 对我这么好的 因为叔叔在这边呢 就你一个朋友 所以说叔叔也没有妹妹 把你当成妹妹了 叔叔也要体验一下 有个妹妹的感觉 知道吧 小雅 那羊也在那边了 我赶回来了 我就先回去了 好吧 因为我去你家的话 一会你爸爸妈妈看到了 我这么大的朋友 对吧 和你在一起玩 爸爸妈妈会说你了 知道吧 叔叔你还会来找我吗 我会来找你玩的呀 叔叔能不能问你一句话呀 可以 叔叔 想让你在这里当做一座山 我当一棵树 然后呢 住在你的山里面 一样我愿意 那这样吧 给你开个玩笑 叔叔这么大的 对吗 对不对 叔叔走了 拜拜 记得好好照顾自己 我明天再来看你好吗 拜拜